正生FM 104.1 生活保健 样样第一 富足人生一百问 让你越问越富足 透过跟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精神导师太阳圣德导师 在每周三这个时间单元的分享 希望让大家都可以接触到生命被改变的一个关键逆诀 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也再次的邀请到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精神导师太阳圣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业务早安以及大家好 好我相信呢很多人的身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 就是说你约他出去玩 他就会抱怨说人好多 但是你让他在家里面跟他一起玩 就觉得他就嫌说很无聊 怎么样都有得险 好难伺候 对很难伺候啊 所以就是这种人就是 刚开始你会想要解决他的抱怨 但时间久了之后就觉得算了随他去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人生观的问题 好 他如果爱抱怨 你怎么做都是错 所以当他的另一半很累 很累 对不对 我常常怎么忍受得了 对这种爱抱怨的个性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抱怨他就是一种习惯 好 其实抱怨 就人呢 他就说他也有好像要帮自己争取的一种 一种机制 但他用错了方法 以及路径 所以他总认为说这样子的抱怨可以帮我加分 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很自动 任何事情他都愿意侃侃而谈的抱怨 侃侃而谈的抱怨 是的 嗯 他觉得抱怨是一种宣泄吧 宣泄也好 或者是他觉得不抱怨 那个味道出不来 嗯 他那个生活的那个精髓出不来 哎 这变成一种很习惯 大脑神经回路好像也会习惯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 但是你发现 呃 抱怨的人 他往往 不会快乐 对啊 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拿来做一个文章 嗯 然后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很懂 对 对不对 那然后他每次一讲 其实我们讲所谓的负能量 嗯 就是他一抱怨一讲 嗯 那个负能量就坎生 嗯 就印到他的灵魂记忆体里面 嗯 大家自己不知道 嗯 但是这个越硬进去越多 嗯 越讲越多 越硬越多 所产生负能量越多 嗯 所以生活就越来越不顺遂 嗯 越不顺遂就越抱怨 对 就变成了恶性循环 真的 是的 我相信老师在讲的时候 大家应该心里跟我一样都有好几个人民浮现 哈哈哈哈 我这过去曾经就曾经有个前前前前同事哦 嗯 他们他就是一个不管老板做什么样的决定 是 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是 那有一次刚好就是同一件事情 哎老板做了A做法 他抱怨老板 那同一件事情老板就想说好吧 那你抱怨那我就换了B做法 是 哎他又抱怨那个B做法 是 那老板被他逼疯了 他就说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他又说不上来他到底要怎么样 其实你有时候去看这种不同的case 其实你后来会发现喜欢抱怨的人 其实他以自我中心为重的比例居高哦 也就是说他自我的我字过大嗯 所以他总认为每一件事情他总要抱怨 以他的角度说两句话哎 是要发表他的高竭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讲如果经常这样子的话 他的人缘可能就不佳嗯 对不对或者是他他的生活里面好像到处弄得不巧 可能就四面楚歌嗯 是不是到处树立的敌人对所以这有时候真的就是人生嘛 看你自己要怎么去选择这个剧本嗯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是有时候难免会抱怨啦 嗯因为抱怨总是可以宣泄一下情绪好但是我就发现说哎当我抱怨完之后啊我的情绪并没有比较好 而且会变更差对会变更差就是我明明是想要抱怨宣泄情绪的就抱怨完之后哎 越来越低落 其实你有时候会不会发现比如说你抱怨另一半嗯 其实另外另一半并没有怎么样可能那一天早上呢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忘了给你带什么这个 呃中餐啊或怎么样嗯你你你可能为这个事情一直讲心中一直讲你越想越去有没有 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其实另一半还好好的对然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突然就给他重重一击嗯 对方都觉得莫名其妙对本来不不必要这样子的嗯 但就因为自我一直把那种情绪高涨高涨高涨后来就爆发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却阻碍我们 我们幸福这个大道嗯对不对对抱怨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抱怨呢不会因为他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要讲这些嗯所以他觉得他少讲了嗯是不是不够时间我讲我应该讲两个小时了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有些人他总认为他讲的越多他觉得才是这个淋漓尽致的让别人来听听是不是真的是 如他所说对嗯所以越讲这个命运就越恶劣嗯越讲就真的很多事情就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生命的甜蜜 一直越抱怨的时候是越在家庭当中也会形成一种负面能量的生活就那种气氛就很奇怪啊嗯本来没什么事就比如说好比如说太太先生下班的时候带条鱼回来嗯带错了对不对 那本来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嗯就一条吃条鱼嘛是不是对但太太一直念啊你好就是不用心啊哈哈哈哈啊你就是真的没有把家里的事情当事啊哈老师好接地气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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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多人来找我了哈所以我很清楚听很多道话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子抱怨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买错的那条鱼嗯但是后来可能连鱼都没得吃了哈哈哈哈真的不开活了对不开活了 对对对所以这是你说这可不可惜很可惜嗯是因为伤夫妻感情那条鱼也没吃成对对不对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嘛嗯但是很多时候嗯就是自己多了那一句话嗯影响到当时的氛围嗯然后幸福就白白的溜走了嗯你说今天的幸福没抓到嗯然后下个小时也没抓到嗯这所有东西都跟幸福跟我们无缘一段时间之后 就有人会觉得自己的命很苦哦哦真的对不对对所以你说到底是这命苦是自己自己找的呢还是好怎么回事这有时候应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要稍微品味一下嗯究竟怎么回事对就是白天的时候抱怨别人嘛那晚上就抱怨老天爷哈哈哈哈哈哈对啊有些人就说老天爷你怎么有看到吗你怎么会就就一大杯就出来了对对对是不是真的命不好呢 嗯这有所谓的这有所谓的这种天生就命苦的阿信的的确哦嗯就是说讲命来说呢嗯很多人出生大家的命都不同嗯的确很多人他的命一生下来是的确不是很好嗯但是后面有没有机会遇到对的系统来做改变嗯那就是看每个人的因缘机会嗯好一些人可能他遇到一个宗教嗯就把他从谷底 带上去了嗯对对对那有些人他可能一直在寻找那可能找这个也错找那个也错最后可能就真的觉得痛不欲生嗯这就是天两之别了嗯所以有遇到好的正确的方法很重要很重要而且我发现说就是这种抱怨的个性爱抱怨的人是他们的脸啊是看起来也都不会太不会太高兴对不太高兴他们眼睛都是下垂的下垂的对啊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一看着就知道啊这个人就是天生很喜欢抱怨是是嗯他就说所谓的面由心造嘛嗯因为抱怨一直出这个负能量出来嗯久而久之当然啦他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我们的面向嗯我们身体所有的系统嗯所以有很多人生慢性病哦真的那是因为太多抱怨引起后面的慢性病越来越多问题嗯 嗯所以他怎么吃药都不会好嗯是这样子因为去医院也抱怨衣食啊哈哈哈哈所以他的这个能量草他一直是负的好所以他的这个身体里面有那么多机能嘛嗯所以刚好凑在一块的时候可能那个部位就不好了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说嗯像很多教你正所谓的正向训练啊正向思考啊但是对这种爱抱怨的人 可能可能在前几天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勇气用处但是为什么通常没办法太持久这就是能量的问题嗯好就好像说他们去上了课嗯说你不可以抱怨哦你要用呃这个好的话来告诉自己对然后来就就把这个抱怨的事情就把它慢慢的淡化嗯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可以但是因为能量不足 所以再要想要用那样的方法去转的时候转不动嗯所以为什么超义生命法系统这么重要嗯让你从这个正负能量之间找到一个出入让自己非常得心应手的去把你生活的劲从劣势转到顺势嗯这就是这个能量的一种变化的这种结果嗯 只要当我们这个能量的呃可以让它平衡了或是正能量大过负能量我们就可以比较不会抱怨了吗你舒服了你就不抱怨了哦对不对你的劲比别人好你就不抱怨了嗯抱怨往往就是出不了头嘛嗯或者是很多东西觉得很委屈嗯对不对等等不足之处的时候他就想要抱怨嗯对不对嗯 那正能量如果世间上所有东西的幻化都是因为是能量那可能能量补足的时候像就变了嗯像变了他心境就变了嗯心境变了他的抱怨可能自然而然他就不讲了嗯这是一连串的带动对对对嗯所以有时候命运可能在一秒钟就会改变哇就看你要不要改变而已嗯是是这种全球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导致在全球呃这样的 分享嗯因为导致也会看面相嘛对不对也会看看得出来一个人的状态是所以跟别人对话说导致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能量的状态如何多多少少吧嗯也不要讲那么玄哈哈哈真的偷跟大家说因为我跟导致其实嗯虽然专访过很多次但是并没有真的见面过很多次是是那导致刚刚私下跟我讲一些关于我面关于我这个人的特质 然后觉得准的有点可怕哈哈哈导致说他看透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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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有缘嘛嗯好这聊一聊的话可以有一些感觉出来嗯所以所以就是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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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香港美国加拿大都有去各地去接远 所以可见这种红尘俗世的问题不分国籍 不分国籍 大家都会一样 差不多吧 为什么我喜欢到各地以前有空的时候 到各地都接几个一对一咨询 就是想去了解他们当地人苦在哪里 痛在哪里 遗憾在哪里 但后来发现好像都差不多 如果观念或者是没有方法的话 他都会往这个比较狭隘的方面去寻思 钻牛角尖 对对对 老师有遇过这种个案 就是一抓到导师就不断的抱怨吗 比较没有 就是说他会 他在别的地方会很抱怨 他遇到我的时候 就因为我给他一些方法 所以他也不抱怨 哇这个导师的方法太重要了 赶快交给大家 这样我们可以去阻止身边的人抱怨 其实有时候你 你设身土 其实为那个抱怨的人去想 其实他抱怨也蛮可怜的 他不抱怨他怎么办呢 因为他的境遇都不好啊 对不对 他在不抱怨他可能觉得不平衡了 他以为用抱怨可以去寻得平衡 但是却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是这样 所以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 用更好的方法去取代他这种抱怨的方法 就可以四两拨千斤 根本不需要抱怨 因为你的境 好这个生命的象都变了 变的都是极向了 那你还会想要抱怨吗 不会 对啊 对对 让我觉得乐透就没有什么好抱怨 因为人满足就不抱怨了嘛 那人为什么会满足呢 当你能想要足的时候 你的象就会一切产生圆满富足之象 这个象出现人怎么还会抱怨呢 对不对 刚刚导师在说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弥勒佛 我就是这种笑口常拍啊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很满足 这是我们最追求的境界吗 所以我有时候在世界各有的遇到 有很多很想要改变 又很诚心在他宗教领域里面的男男女女 他们真的在他原先的生活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 但是在他原先的系统里面 他又没有一个方法 对 但他又用他的仪式 他认为要这样子很诚心的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但是他就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那真的 我接触到那种人的时候 我会发现他可能随时都会 抱怨是一回事 他有些人都可能会想要寻短 就很可怕你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多一点人能够找到 一个简单的方法 对 然后马上就看到 叫立竿见影的改变 那大家都富足的都不抱怨了 这社会不是所谓的世界大同 才有可能吗 要不然这世界大同就永远是 我们在读书里面的那个 字里行先发了 名词 对 所以这个富足人生呢 老师非常慷慨无私的 跟所有人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获得富足的人生 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大家好 你好我好 就是大家好 这样让我们会社会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为什么在全球 这个千千万万人 会因为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被改变的话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三早上 收听我们的富足人生 一百问单元之外 在全省各地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个精英会当中 会来分享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 同时也会有很多人 在这个精英会里面分享 他们人生被改变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 直接咨询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 0255995439 0255995439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也会有相关的连结 或是上YouTube 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都可以有相关的视频会出现 好所以这个今天的富足人生一百问单元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愿如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